哈囉大家好 我是凡風 那麼今天呢 我要來測試這個魔物裡面 這個遊戲裡面有一個技能叫做 鋼刃研磨 我想大家應該也知道 有玩魔物的大家應該也知道 鋼刃研磨這個技能喔 那這個技能的話 主要是減少我們這個武器的斬位的消耗 應該是說是鎖住我們的斬位 因為只要用了鋼刃研磨之後 我們的斬位就不會有任何的變動 好了 那麼今天的重點是 我要來自己實測鋼刃研磨這個技能 它的效果持久度 還有什麼樣的技能可以增加它的效果持久度呢 還有 這個技能 他真的會不掉斬位嗎 他真的會鎖住他的斬位嗎 搞不好 這只是官方的障眼法 因為有時候你們看這個技能敘述的時候 你會被搞混 那有些技能 他可能你想的是那樣子 但是官方那邊 遊戲組那邊 他不一定是要給你那樣子的技能 所以今天要來實測鋼刃研磨技能 雖然 鋼刃研磨這個技能就是很簡單明了的告訴你 他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 不會消耗任何的斬位 但是 真的不會消耗嗎 那 這個時間又可以多久呢 那他這個技能效果的時間 又可以用什麼樣的技能來增長呢 可以用什麼樣的道具來把這個時間的效果給增長 那今天主要是要來實測這些東西喔 那我這邊的話有給大家配 我有配上研磨珠 那我們先來看看剛任研磨這個技能可以維持多久 然後順便來看一下剛任研磨 在砍這個木珠的時候 這個木珠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消耗斬位 因為搞不好 他只是消耗斬位變得非常非常少 少到你看不見啊 是不是有可能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看他 看他到底會不會掉 然後順便來計時看他到底可以消耗 就是說 他到底需要用到多少時間 就是 哎呀 就是我們這個剛任研磨技能啊 到底可以維持多久這樣子 喔 我剛剛前面在說什麼呢 真是的 好啦 我們現在看到了喔 這個剛任研磨技能啊 他鎖住了我們的斬位 對 我們怎麼砍這個斬位都不會掉 但是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這是一個 障眼法 好 我們時間到了 怎麼砍那個斬位都還是 保持在最滿的狀態 來看一下我們沒有用鋼人研磨的時候 砍的斬位消耗是多麼的快速 有喔 很明顯喔 有明顯的下降喔 那個 左上角那個白斬 他就證明說 剛任研磨的這個 效果真的是 有好好的把斬位給鎖的 鎖到一個爆炸 那既然這個技能這麼好用 那為什麼啊 用的人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呢 沒錯 你們也看到了 因為這個技能他有時效性 如果這個技能沒有時效性的話 我想大家應該 大家應該都會用他 那重點是 如果我們想要把 這個東西的時間給拉長 那有什麼樣的技能 可以維持 那個技能的效果呢 就是我們鋼刃研磨技能的效果 也許這個持續珠 可以增長我們鋼刃研磨的使用時間喔 那我們就 直接套上三顆吧 好了 我套上了三顆持續珠 它的效果是 延長部分道具的效果的時間 1.5倍這樣子 那我們開始磨刀 準備計時 我前面都沒講 為什麼要用鋼刃研磨這個技能 不對我好像有講 算了 隨便 就算有講再講一次 結果說 魔物這個遊戲 就是魔物連世界 呃 或是 魔物連世界這個遊戲啊 就是說 它左上角的斬位 是可以增加攻擊的 而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 白斬跟這個直斬 那直斬的話 攻擊會再增高 那如果斬位消到一定程度 它會掉斬位嘛 掉斬位的時候 我們的攻擊就會變低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斬位給鎖住 這樣子我們的攻擊才可以維持在 一定的高水準程度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鋼刃研磨的技能 在斬位的控制上 實在非常非常的好 應該說 它就是拿來鎖斬位的 我感覺套上的那個 持續珠的技能 有把這個鋼刃研磨的技能效果給拉長喔 有它開始有在閃了 也許快要結束了 啊 結束了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別種的珠子 可以延長我們技能效果的時間呢 延長強化狀態的持續時間 這個持續強化的這個珠子 它有沒有可能延長我們這個鋼刃研磨的效果呢 因為你看它的這個技能敘述嘛 這個技能是說它可以增強強化狀態的持續時間 那鋼刃研磨一定也是一種強化狀態 我們要做一個假設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來測試看 這個東西對鋼刃研磨到底有沒有效 我們就直接裝三個 好了那現在技能喬好了 我們來準備測試這個技能喔 到底能不能維持呢 到底能不能維持呢 哎呀 天啊 你這種太刀好帥啊各位 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短暫的等待時間內 會感覺時間過得如此的慢 但是有時候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時間又會感覺變得非常的快速 這個叫什麼 曼德拉效應還是什麼東西還是 大家都有這樣子的感覺 大家都有這樣子的感覺 我們來跳舞 度過這炎熱的 在這遊戲裡面炎熱的 早晨 我們來 跳個 這是什麼鼓 耶耶 就是這樣耶 欸已經結束了 靠北 好的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這邊有這個研磨桌 研磨桌的話就是可以縮短磨刀次數喔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縮短呢 我們先從一顆開始測試看 應該說從零顆開始測試看好不好 這是我們一般磨刀的時候 來看一下 1 2 3 4 4 4下 他磨了4下的刀 接下來我們來裝上一顆眼磨珠 來看他 是不是真的可以省掉那一下 剛剛磨了4下 1 2 3 欸 沒錯 他又省掉了一下 從4下變3下 我知道這個測試看起來非常的緩慢不過 沒辦法 這就是測試 來看一下 1 2 欸 我們磨了兩下 就結束了 啊 磨了兩下就結束了 那麼接下來呢 裝了三顆眼磨珠之後呢 看起來會像怎麼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欸 1下 磨一下就結束了 好啦 那麼今天 鋼刃研磨這個技能就測試到這邊結束囉 基本上來說 我們能做的測試也只能這樣子 因為不管是在實戰還是在訓練場 鋼刃研磨的時間 都是一樣的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如果有訂閱我頻道的觀眾 記得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之後才會有通知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